那現在最新的一個情況是 目前大概有兩千四百多個產品 或是店家 他們的產品是被禁 但是其中有六百個還在補件 那我們的經濟部 農委會還持續的幫助他們 但是有一千八百多間 他不想補了 包含這個佳德糕餅 他就說明了為什麼 因為他說在補件的過程中 要你填這些糖 奶 配方 等等的詳細資料 包含你的工廠配置員工的人數 會有商業機密外洩的一個問題 因為標準搞不清楚 詢問你你又不回 那告訴你 請問標準是什麼 他也講不清楚 根本就故意刁難 我感覺就不要了 沒錯 第一 標準不清 因為最大眾說文字不符 結果業者包含我們的經濟部 一起去協助去問說 文字是哪裡不符 不知道 譯讀不回 甚至有一些人國籍 都已經悲公屈膝 寫到中國臺灣 他還是不給你過 換言之他都已經是標準不明 第二 他裡面有一些細項 要你填的 是會影響到你營業上面的機密 可能會導致你做這些飲料 糕餅的配方 被中國技術給偷走 換句話說 最後一千八百多廠商 他就算 反正我就認真經營 因為可能 今天那個額度 也沒有很高吧 我就不去到中國去 我可以往東南亞 或者是往其他第三世界去 對 你不要說 想要重點 像是臺平主要都是做臺灣 跟國際的市場 所以他根本沒差 修林獎很小 但是像是說呢 其實政府也有去投資的 這金門酒廠 他受損就很大 他一直想要去跟中國活作 各去二零一六 一七年之後還爆出說 因為去中國設廠 高粱的配方 被中國操走 他們到現在還在那邊死不成人 但中國的網站都已經放出來說 味道跟金門高粱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這個相似 天啊 但是即便如此 現在還是跟你進 為什麼 養套殺的策略 五年前的時候 先好心的邀你去中國那邊設廠 去那邊做試釀 釀完了之後 他偷到你的配方 知道怎麼做之後 他自己開始生產 生產完之後 開始在賣 賣完之後回過頭來進你的產品 不准你進來中國賣 這個是中國一連串的這個劇本 所以看到這些劇本的話 必須要說 我們的政府 不對我再輔導跟支持 可是面對中國這些打壓 我們必須要團結 去協助我們這些真正對臺灣有益的廠商 持續的穩健的發展 請教嚴峰議員 我們來看到國台辦的發言 朱鳳蓮 他之前十月九號 他有講這個吳鳳錦禁止臺灣進口 純屬刻意炒作 立直停止任何政治操弄 不要做任何損害島內業者的蠢事 另外馬英九直接講了 他說為什麼臺灣都沒有跟中國溝通 他一直講執政黨沒有好好的跟中國溝通 但事實上王定義委員講得很直白 他說國民黨這種不敢批評霸凌者 卻只檢討受害者不夠乖巧 令人搖頭 其實剛才朗東兄有特別提到 我們有很多業者其實早就知道 中國要對臺灣的業者養套殺 而且有很多時候是把我們的配方 整個給偷走 所以其實很多臺灣業者聰明的 早就都最有防範 你從屏東來 你熟悉很多我們在屏東吃魚 或者是做很多可以外銷到中國去的業者 其實大家心裡都有準備 這一次只是大家預期到事情慢慢一步一步的已經發生 其實這個事情剛剛我覺得就是共產黨 中國他們的發言 就是包含這個馬英九前總統 其實就是怕人發救人的概念 就是說今天他不符合這個國際的貿易的規範 從之前的鳳梨的事件 釋迦 然後還有石斑魚 其實這個都是才剛在今年 都是歷歷在目 老實說 五載魚一堆 剛才你說到說我的故鄉在屏東 其實這個五載魚 我先講一下 就是說現在中國所進的 根據我們的國際農糧署的統計 五載魚的養殖業 其實我們臺灣是世界第一的 而且他的產量 其實都是大部分都是在屏東跟高雄 已經加那個皮 那個肉多嫩 對 超好吃的 對 那我今天我也特別的 這兩天 我特別的問一下我的同學 因為他們其實都在屏東 在訪寮 他們有在養這五載魚 他說過去大概在二零一八 一七年以前 確實這個五載魚出口到中國大陸的 這個出口量 大概佔了大概比例是八成 甚至有到九成 那我們的國產的部分的內需 大概只佔一到兩成 但是經過就是這幾年來 民進黨政府 其實我們有不斷的在推 所謂的食農教育 跟食魚教育這樣的課程的時候 目前像我們在推廣 比如說我們常常現在看到臺灣 包含臺北市就有很多這個居酒屋 或者我們市面上有看到這個五載魚 一葉肝 這樣子的一個加工的產品 其實不斷的一直在推廣的狀況 然後告訴人家說 我們吃這個五輿是有多麼的有營養 去部分的去取代了所謂的進口魚跟海 在拓展國內市場 沒錯 那現在的這個比例 已經來到了大概六比四了 所以之前是八成 我們現在已經把它降到 大概出口的量 可能只佔了六成 我們本來就知道 中國會一步一步養套殺 沒錯沒錯 那對於對於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這個漁民 他們接下來想要 我先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問題 他們養套殺的這個狀況 先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政治層面 為什麼他會選在二零二二年地方大選之後 然後刻意 而且又在這個劉兆璇去拜 去北京見高官 去拜會劉結衣之後 然後馬上就宣布這個消息 其實他就是打臉國民黨 第一個 你這個就是中國對臺灣的統戰 而且是認知作戰 經濟制裁的一個很重大的這個宣 宣示的意味 國民黨傻傻的 一直罵執政黨說 都是你懶惰沒有幫育民處理事情 其實不是這樣子 選錢 人家都說什麼票投民進黨 什麼青年路戰場 這個事情 我總歸一句話 就叫做票投國民黨 我們的食品無市場 就是反而選錢的時候 他們一直在操作說 你看如果投給民進黨 我們跟中國就會沒有和平 就會怎樣怎樣 然後現在反而國民黨 在二零二二年地方 選舉大勝了之後 發現說中國對臺灣的這個打壓 他越來越肆無忌憚 即使你的劉兆璇 或者在八月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他的副主席夏立妍 那個時候也到中國去參訪 那個時候正式共機老臺 最嚴重的時候 結果你們國民黨 就是都跑去那邊 去會見他們的高官 會見完了之後又怎麼樣 他們還是持續的 不斷的在做這些事情 而且是更變本加厲 所以國民黨後來轉風向 他等於說他沒有跟中國很好 他反倒是把那個言論 來罵執政黨 用這個方式轉換民眾的想法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認知作戰的一環 就是說他在所謂的國民黨本身 包含他所謂的在臺協力者 不斷的透過所謂的 剛剛朗東有講到 網路上面假訊息的操作 他刻意的在禮拜五 放出這樣的消息 讓公務部門沒有辦法 很及時的去做澄清 雖然我們澄清的速度已經很快了 但在今天馬上的 就來公布這些相關的細節 包含為什麼只有對臺灣的這個業者的登記要書面審查 那包含人家的是到明年 我們的只有一年的時間 故意刁難 對 他就是故意刁難 那有很多的細節 其實是越變越明 那我覺得第二個 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其實他為什麼刻意的選擇 比如說金門酒廠 臺皮 那包含我們的農漁產 當然金門酒廠跟臺皮都是我們的國營企業 而且是最能夠代表臺灣的意向的 我認為這個是中國 他們在打壓臺灣 經過精算之後的 其實他沒有想像說 我是隨便挑幾個商品 其實他是刻意的 金門酒廠 臺皮有臺灣意向 沒錯 先打再講 先打再講 然後第二個農 農漁產的部分 因為過去在臺灣 大家也會認為說 基層的這些農漁民 其實民進黨過去的執政 是比較照顧這些族群的 那他們也相對比較能夠 就是支持我們民進黨的 他先第一線 就是先拿他們做開刀 就是想要針對二零二四年的 接下來我們的總統大選 讓我們中央的執政黨有壓力 然後也讓地方這樣子的一個聲音 就是說支持 支持你們民進黨好像都沒比較好 沒賺到錢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他們認知作戰 跟經濟制裁 希望能夠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手段 去造成我們執政黨 接下來在總統大選的壓力 那其實他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只是在掩飾中國 現在他們自己內部 他們自己國內經濟蕭條 經濟崩潰的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這樣子講 因為在他們的封控之後 確實他們的失業率 他們的農 農產品 農漁產的這個狀況 而且他們的外匯存體 不斷地一直在下 而且外資也一直在撤出 所以他為了想要解決 掩飾這個他們自己內部問題 他選擇臺灣來做一個開刀 那一方面你看打壓 打壓臺灣的這些問題 打壓臺灣的經濟 用經濟制裁 可以讓中國他們自己在這個管理上面 能夠告訴他們自己的民眾說 對 你看 我只要對臺灣做這些手段 他就得要乖乖聽我的話 包含即使現在在地方選舉 國民黨大勝了之後 你還是得要到中國來求我 那要看我的面子 我要不要對你們臺灣人好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第一個層面 那第二個層面 就是說他現在就是說 他的這個這個內需的市場 他透過這樣子的打壓 他可以把他的這些錢留在中國 然後保護他自己的國營的企業 保護他自己的這個民眾的這個就業 所以他其實做這件事情 他是都得利了 那對臺灣來說 我們真的就是要認清這樣子的狀況 那未來 比如說我們的農漁產的出口 我們有講到就是說 要擴大我們的外需的 就是外銷的市場 應該不會太困難吧 以臺灣的漁產的這個品質 沒錯 因為我們的品質其實是好的 像過去石斑魚 最近這兩天有人有媒體在討論說 之前進石斑的時候 有一些漁民 他們確實是取消了養石斑魚 然後改成養五載魚 但是最近後來又改回來養石斑魚 因為第一個 當然就是說我們養殖的技術 其實還是不一樣的 養石斑跟養五載是不一樣 成本也不一樣 那他們還是希望說 透過我們臺灣擴大自己的內需